如何判断这个人的社会阶层 如何判断这个人 他的人格是不是健全 你主要看几个方面 先看他的社会阶层 先抛开性别 先不谈性别 先谈公性 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标准 其实有两个 心理 心力不足心力下滑的人 其他就有下流的阶层 你看只要是 心气都会比较高 对自己心气特别高 自恋性有个障碍 但是呢 他自己的欲望 就是他呢 靠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原厂 原始的出厂设置 是满足不了他的心气的 比如说缺姐一直在 举例的那村花是吧 还有臭狗屎一样的 这个黄野鸡 你看你就觉得这种人呢 首先呢 他们说话 他们就带着浓重的 就是这种感情色彩 根本就没必要的 就形容任何一件事 都带上他这种哀嚎的怨妇的 这种感情色彩 就完全大可不必 行入一件特别平淡无奇的事 他也带上特别浓重的感情色彩 就是这种或肯定或否定 或哀怨的或什么的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来说 我们都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和能力 去解决自己人生中遇到的问题 能够去消化自己的负能量 我不会在外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绪 可这种轻易的表露他的情绪 他还诱导着你 诱导着你 就是来满足他的情绪需求的 心理需要的那种 他诱导着你 他的这种过重的 这种浓重的 没必要的 虚张声势的这种带有感情色彩 来描述一件事的人 其实他在诱导你 他在吸食你的心理能量 他希望你同情他 可怜他 满足他那个虚妄的假我 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个假人设 他就满足他的虚荣心 他就在吸食你的心理能量 你怎么觉得怎么不对劲 是吧 因为什么情绪价值也是需要对等交换的 不说你需要我就要给你 你拿什么来跟我换的 对吧 如果说呢 就是出身又比较屌丝阶层 他就会 同时呢 心气都特别高 自己能力又不足 如果说你心气高 那就得能力 用自己能力来补偿 你出厂设置 你的原生家庭阶层比较低 出厂设置比较差 low的配置 你就得用能力来补偿 否则你是配不上你的心气 你的欲望的 可这种人不是 这种人可 生出一个非常精神病态的一种人格 叫自恋性人格障碍 这种人你一听就知道他是来自低层的 还有的那种呢 就是一种人的是什么呢 尽管他出身家庭这阶层不差 但是他自己能力不行 他臭狗是天生天赋就差 缺体健庶过 出身的家庭 原始的出厂设置都很好 就他自己天赋太差 他是没办法维系 他原生家庭那个层面的人脉的 因为他自己太自大了 自己太无能了 太废物了 然后呢 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 阶层下滑的征兆 这个钱这个东西 其实只是短期有效 你长期来看 是无效的一个评判标准 比如说上个世纪 80年代初的那一批什么万元户 你说现在你看看 你会把万元户当回事吗 80年的时候 你会把万元户当成神一样的存在 现在你会吗 所以说钱这个东西是不可 你放在40年的时间跨度 是不可靠的 你包括90年代 出现的一批私人的煤矿的 一个煤老板 现在100个人 里面有95个是破产的 所以说自不及抵债的 你包括房地产 房产商 现在你看看 有几个还是赚钱的 小房地产商 大概率是资不抵债的 钱呢 其实是流动性最强的这个权力 也是最不保值的这个资产 你不要盯着你什么 你们家的银行的存款账户 所以呢 做生意的人也好 是最容易出现阶层下滑的 不需要等到下一代 如果说呢 你生出来的孩子是劣质的 那这个就是基因呢 不是说父母看了也不差 两个人都不差 你生出的就这么一个孩子 你就赶上那个基因差的那个 这基因不是由你 你父母的显现基因决定的 是你父母身上隐藏的隐性基因决定的 你就生这一个 你要多生几个 就有可能生出优秀的孩子 就生这一个 你就生出一个劣等货 劣质别 所以呢 那就做生意的人也好 还是这种其他有点权利的人也好 其实呢 你这些都不是保值的 你就什么是保值的呢 就是你得是 有足够的这个运气 生出那个 继承了你父母优秀的基因 或者说天赋一表 汉地拔葱 这就这种自己 自强不息的这种孩子 你得是生出这样的 你得靠基因的运气 你得靠运气 才能生出 让你阶层不下皇室 让你阶层跨越的孩子 让你你的 这个你几代人的家族 能够翻盘的这种孩子 同时还得有运气 这孩子还得处在 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当这个时代 你发现这时代 其实是进入了经济 去存量的这个时代 你不要瞎急吧 生太多的孩子 现在还有你说这种 就普通人吧 就认知普通的人 他不知道现在世界经济 不是到了一个上升期 比如说2000年初是吧 中国进入经济的上升期 你生一波孩子 你在这个90年代 生一波孩子 你的孩子有可能赶上 经济上升期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 经济下行通道 你说你生这一波孩子 你就跟着 让你的孩子 跟着这波人 去进行 这种经济 去存量的内卷 然后你的孩子 是很难快越阶层的 你的孩子 就是你投资了 再多的教育成本 他也仍然是 大家都在内卷 那你的孩子没有比别人突出 那你还不是 还在原来的阶层吗 甚至还让你的阶层下滑吗 尤其是中产小镇 做题家生孩子 你说小镇做题家 有没有就是说那种 宏观的 那种那种 眼界格局 你看一下宏观这个世界 这个经济时代 是到了一个什么时代 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周期 没有 小镇做题家 很少有这样的事业 下生一大堆孩子 他们以为说我生一大堆孩子 总有一个孩子是天赋异禀的 那不一定的 你生出来孩子 你赶上这个时代 那你如果说你要赶上 国内不是确定乌鸦嘴 国内是有可能走向第二次文革的 如果说赶上第二次文革 不管这孩子多优秀 越优秀的孩子 越可能是最无法生存的那一个 说句实话 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这种二代 包括红二代 官二代 他的心里都不如 父辈充足 哪怕你不是有钱的 这种爆发户的 生意人的家庭 是那种体质 那小官员的家庭 他的心里 其实不如他的父辈充足 他父辈又赶上十大的红利 当你当现在的这种官二代 是没有赶上什么时代红利 他已经到了 去存量的这时代了 然后呢 到孙子辈 基本上就平常百姓人家了 就是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呢 如果说年轻时 你赶上一个时代 是吧 你又有这种心力比较旺盛 原生家庭又比较支持 就心理能量的支持 没有消耗 没有给这孩子去制造 情绪内耗 你说人到中年 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 给你的 这种 这种阶层跨越 就是找到一个 好好教育 教育下几代的 这个 这种家法的话 你基本上 你的下的 就是下滑的 阶层下滑的 而且婚姻呢 是拯救不了这个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跟你们讲 高曲呢 是吞真的 低价呢 是吃屎的 就是你心力不足呢 你是无法 内生性的创造心力 和给另一般输送 多于心力的 迟早你会迎来 婚姻的一地 就是鸡毛啊 就是你 包括做朋友也是啊 你光是让朋友 单方面的给你输出 你自己什么都不能 给朋友输出 凭什么朋友 还要单方面 给你输出呢 朋友顶多是 在你身上实现一下 指点健康的这种 这种就叫什么 指点欲 然后当你实在是 无法不上当 发现你呢 你的认知受到局限 你呢又受到你原生 家庭的这种 你的认知的捆绑 和你动物本能 条件反射啊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发现朋友指点不了 你实现不在你身上 实现不了 他好为人事的指点欲 朋友也会 会离你而去啊 朋友也不管用啊 这婚姻家庭也不管用 婚姻也不管用 你不要以为婚姻啊 就能够跨越阶层 也不能 你不管是高价 还是高还是低价 不管是高屈 还是低屈 都不行 这句话就 这两句啊 这个谚语体现了什么的 就是你在找 和你家的匹配的 你看啊 如果说你婚姻又不顺 然后你这个时代红利啊 你没吃到 你事业又不顺 然后呢 如果你还没生出一个 就是能够继承家业的 能够发扬光大的 这么一个给力的孩子 子女还不小 子女他里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而且呢 如果说你自己的教育不得法 你养出一个啃老的 他不仅不给你尽孝 没有养老汇报 他反倒啃老 当一辈子寄生虫 当一辈子吸血鬼 当一辈子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叫什么呢 二世祖 那你就完蛋了 你就看你现在 你就看看中年人生 缺解这一代人生 你就看到阶层滑落 很多人你看他 他和他的孩子 就是阶层滑落 就是没有一个人的一生呢 是一帆风顺的 只有心力旺盛的人啊 他才能见招拆招 他把所有的人生问题 尽量解决在萌芽状态 为什么缺解一看 你就知道你是个low逼呢 缺解一看 就知道你是个高手呢 高手会把所有的人生问题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解决在萌芽问题上 萌芽状态上 就说一看这个 再往前走 我就要吃亏了 我肯定要不利 当场的局面对我不利 我就不往前走 我宁愿吞下意识的忍气吞声 我都不会说 我再往前走一步 非要乘意识之勇 乘意识之快 成口舌之坏 因为我会吃更大的亏 我不吃点小亏 这就衡量权衡利弊嘛 还有呢 你要迅速判断 就事态的这个走向 你会判断未来 你会那个沙盘推演 迅速的沙盘推演 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就凭着什么 所谓的母性 我要生好多孩子 我要去建立一个温性的家庭 你说几句实话 当你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 你给你的孩子做保姆老妈子 你的孩子一旦长大了 他有社会需求的时候 你所付出的这种保姆老妈子 贴身服务 在孩子眼中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孩子是无法从你身上获得 社会价值 你这个妈是没出息 没本事的 你就靠着出卖 廉价出卖自己体力 来那个就是晋身服务 你的孩子的话 是不行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普通的妈 确姐就劝了 你就不要晋身 把你的孩子照顾的太无微不准 因为你的孩子 你会喂大孩子的胃口 孩子就会 对你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 你给他提供的服务还不行 你还得给他提供外界的 跟着外界世界的 这种社会价值 让他一步动天 让他方方逼 非常轻易的就踏入社会 你给他做了一个梯子 那你是 你这个妈本身 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价值才可以 他才会把你妈当回事 所以说女人千万别抱着什么 我也要成立一个温馨的家庭 我要做一个好妈妈 我是个温柔辣妈 千万别做这个梦 你自己不行的时候 就是你像缺血就比较拉 我就不希望说 我自己再重头 再一个 就是我要来回 本地是没有大学可读的 我再去大学里深造来回五六十公里 来回一天一百公里的 这么跑来跑去的 去辛辛苦读个书 然后取得一个白领的一个学位 然后找一个白领的工作 缺陷年龄也不允许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在生个孩子 你在同时 你在拉着个孩子 哭掉死 然后你这个妈呢 在这种白人社会里 大概率是很难取得 就像跟你的价值匹配的 这个社会地位的 因为你周围的白人不配合 你不支持你 你说你的孩子 能有多看得起你呢 然后呢 你说缺陷本身就是一个想偷懒的人 缺陷成了 我也不是天天卷自己 是一个奋斗逼是吧 我也不能一直当个奋斗逼 我会崩的 我也想偷偷懒 那我要做家庭妇女 后不生孩子 对我缺陷来说 就是最省力的 最节垫的 最省电的模式 我不生孩子 孩子也不用说 拿着小鞭子 催赶着我 让我去 去参与奋斗 内卷去 跟那个白人去卷去 然后呢 你当你是一个家庭妇女 你带孩子 你这个家庭妇女 是绝对不可能被孩子尊重 就是确实 不生孩子 我都知道 不需要走这一半 为什么平常要亲身经历一半 所以说 缺陷对缺陷 最省事的 那我就不省害 我宁愿承担养老的 这个风险和不确定性 是吧 顶多承担养老的这种孤独感 如果说呢 你要把你的老公 叫我说 心情照顾的好一点 让他活得久一点 他陪你陪到死 你死在他前边 然后呢 又把它循化成 他会提供服务 提供养老婆 他给你提供养老婆 他把你送到死 缺陷又衡量了自己 我本身就不属于一个 长寿的基因 父母死的都不是很晚 可以说死的比较早 那我这么一想 我的这个基因 大概率是会走在我老公的前边 别看我老公比我大了五岁 大了十岁 大了十岁 但是大概率 他也有可能是死在我后面的 因为缺陷的婆婆就死在 缺陷的公公的前面 确确公公是在 他老婆死了 十五年之后才死 那就没必要了 是吧 你要活 这十五年的这孤独 不就你自己承担吗 这种痛苦不就你自己承担吗 为什么这婆婆会死的那么早 那是因为他也没有掌握好 他们夫妻关系的平衡 就是你 他也消耗你的这个老婆了 你把他消耗了 你让他早早得了癌症死了 你让他心里不舒服 他心里不舒服 情绪不好 他可不就早死 死的那么早 然后那十五年 你自己孤独的面对 然后呢 你的养老 你想养老夫 让你什么 你想什么 这个不劳而活 让你儿子儿媳妇 来这个免费的 把你当成太上皇 给你八十八年 你做梦 你没付出 自恋性人格 这障碍是拒绝付出的 任何形式的付出 都不付出 那缺解这种人 你用批 你用硬孝刀 用什么女德 你POA不了 就是你给我付出什么 才给你回报什么 你他妈没给我付出 你想要给你回报 他妈缺解症 我还死里走你 缺解症 这种人 然后他儿子呢 提供的养老服务 也是非常敷衍的 基本上 当于没有提供什么服务 你没有爱过你儿子 没有给你儿子提供过 育儿劳动 你儿子为什么 要给你提供养老服务呢 你天天在你儿子小的时候 你天天在否定他 打压他 因为你是个怂逼 怂屌 你不保护你儿子 你儿子为什么要保护你呢 然后你一说话 你就是否定他 你就是打压他 你在奴化教育他 他为什么喜欢跟你聊天呢 跟你聊天还得是 无脑的夸你是吧 然后像个白痴一样 像个智障一样的夸你 夸完了你都觉得自己的智障 智商已经下线了 谁愿意跟你这个傻逼在一块儿 是吧 可不过呢 别人就是不愿陪着你 那这老傻子他懂吗 他不懂 他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 体现的全是家庭的内耗 全是自己精神的内耗 夫妻的内耗 这种傻逼他就心里他就弱 他想吸食别人的能量 而心里能量强的人是什么呢 会迎难而上 是吧 我会解决问题 比如说 缺陷老公他有性格缺陷 缺陷就会想办法的 激发他人性里的善 我不是一味的 像个怨妇 像这个葱花似的 天天怨妇一样的 就激发他老公人性里的恶 缺陷就敢说 他们这两口子是搞不出 搞不出名堂的 而且这个男人 其实他内心他也是 他那猪头三老公 其实也是心里依赖性很强的 部署一个特别独立自主的 特别能够逆行翻盘的这种人 我确实看得出 他情绪问题他控制不了 当一个人 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喜欢对 他认为不如他的人 或者是处于弱势的人 他发现他的这个垃圾情绪的时候 别人是不会配合他的 别人肯定要扮你 肯定要串你一脚 这傻逼 这个文盲他懂吗 他不懂 而心理能量强 但是能够做到逻辑自家 能够跟周围的人和谐相处的 能够让大家团结大家 能够让这种心理 就人格至少是正常的人 激发他人性善的一面 包括确确对老公也不是那么满意 但是我仍然能够跟他和睦相处下去 我没有活成一个怨妇 而且那你还得是积极的承担你的家庭责任 是吧 你要规避你的家庭负担 你看确实就规避了生孩子这个选项 生育的这选项 这就是负担 他就是一个垃圾腹子上孩子 你在城市生活里 你不在农耕生活里 你不在农村 你生孩子 你各方面的这种成本 然后孩子他在这城市生活里 他自己谋生都很困难 他拿什么给你养老 这样呢 你承担你的家庭责任是吧 那确实把自己的家料理还行 然后呢 这老公呢 他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那确实也是点拨他 然后呢 你还得是能够给自己调整一个 情绪一直是正反馈的 这种高能量的状态 这才是判断你的社会阶层的水准下 你不要以为说 你像黄眼鸡 像葱花 像确实的公公那种 还像确实的爹那种 确实的爹尽管是个学霸 但是确实一向就判断 他这个社会阶层非常低的 low逼 屌丝家庭出身的 说话就带着强烈的负能量 就哀声叹气的 没人喜欢这种人 一听就是你是一个无能的人 你没办法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你说你除了读书这一项行 但是人生这个赛道上 不是只有读书行 才能让你这人的一生走得顺的 你还有其他各方面的能量 当你说你的这个读书 这个长板 这个木板特别长 可你其他的板子都特别短 你这个桶能装水吗 其实你说考验的一个人的 社会介绍考验的什么呢 我每块木板我都不短 这才能让你的桶装水 水才能装得多 对吧 综合能力各方面平均上来都不差 你少犯错 你才不容易消耗自己 不能做人生消耗 不会做错误的选项 不管是择偶也好 择业也好 还是生育也好 尤其是生育来说 你是塞不回去的 而且生育来说 完全不由你主观来控制 你生出一个神奈的垃圾逼崽子 你有可能父母都是 有文化有知识 然后智商都是正常的 甚至是智商比较高的人 但是有可能生出来一个多动症 或者是自闭症 生出这样的垃圾逼崽子 一辈子都治不好 甚至生出一个精神分裂症 天生基因他就赶上了 你生出来了 你就要承担这后果 那你这辈子 你阶层还上伤 你还保持 还要保持你的生活质量狗屁 你要是再生出几个 黄野鸡的这种 这种只想 就是白烂 当成一堆烂狗屎 他要这种 无休止的去折磨 去消耗别人 这种垃圾逼崽子 你生出来 你可不赢业倒门 你去活赵盈他懂吗 你生出这样的垃圾逼崽子 有什么用呢 你说赵盈本身呢 是个北京普通家庭的 这种女孩是吧 然后呢 你呢 有找个小工作 上个破大专是吧 那你最起码你在北京待着 你就别瞎几个生孩子 然后你就 好歹他找个小班上 守着你父母过日子 过得也挺好 他不 非要瞎几个生孩子 生出这么一个垃圾逼崽子 然后他妈呢 又为了逃避自己的这个 这段失败的婚姻 跑到加拿大去 你说你个北京人 你干嘛要跑到多伦多去呢 你就当你的坐地户不好吗 每一步选择他都精准的才错 你说你到了多伦多是吧 你说你进了养老院 你想证明自己有能力 那你就别瞎几个生孩子了 别找什么白人的垃圾 臭屌丝生孩子 一看他就心里有问题的 就是跟你们讲 社会阶层 什么是代表社会阶层 就是你能不能解决你的心理问题 你有没有心理问题 你有没有性格缺陷 你有没有人格缺陷 人格缺陷越多的 越代表你的社会阶层越露逼 人格缺陷越少的 代表你的社会阶层越高 你的能力越强 你的心理能量越强 你说赵颖 他懂吗 一看那白人 他就好像把对 你说你是那种偏远 农村没见过世面的 你看个白人 看个羊鸟丝 你都把他羊鸟丝当大爷 你说你是到底是多了我 多极卑贱呢 你把一个臭屌丝 白人社会里的最垃圾的屌丝 还吸大妈的屌丝 当成个活大爷供去了 然后呢 你们又在这个育文上 这个理念上 又不同意 那你就别生这个垃圾屁丝 你就跟这个羊鸟丝随便的 搭个伴 随便过过就行了呗 哎他不 然后呢赵颖呢 他又把这个垃圾臂子的黄野鸡 从北京弄到自己身边来 恶心自己 消耗自己 赵颖他每一步都走 精准的走错 所以赵颖他就是一个社会 垃圾屌丝家庭出来的 他就不是一个社会中产阶亭 家庭出来 教育出来的这么一个 有脑子的 所以赵颖 赵颖他就是一个 屌丝 女屌丝 你说你 你每一步都选择错了 你根本来呢 你们家呢 也不是那么屌丝的 结果赵颖他就生生 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个屌丝 结束 比缺姐打的四寸 那缺姐觉得特别蠢 其实赵颖现在都可以说 你马上就带着自己的小女儿 换些小女儿回我去 让她的小女儿装一把 装一把羊逼是吧 北京人我不知道怎么着 那么就是重洋媚外是吧 带着那么一个丑孩子 就混血的丑孩子 其实真的挺丑的 不算好看 大板刺着挺丑的 然后到了他们那个什么 北京的那个老街坊老邻居 上下楼什么邻居 那些老大妈还把他的女儿 当成小明星来捧 那既然有这样的优势 你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女儿 回北京呢 把这个黄爷就扔在加拿大多伦多 让她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社会保障体系里 让她当她的继承虫就行了 要我缺姐要是照应的话 缺姐肯定早就带着小女儿 回北京了 回北京来 北京有房子 你又不用在加拿大多伦多买房子 又不用付什么房贷是吧 你又不用做什么养老 这种八十八六的工作 你完全可以以自己在养老院 海外养老院 外国养老院 这种工作经验 你做一个 你进入北京的养老机构 做一个高级管理 做一个行政人员 或者做一个什么什么的 掌柜的 完全可以这样的 你都脱离了这种第一线的体力劳动了吧 然后你的小女儿呢 混血小女儿呢 又可以得到这种小明星式的待遇 中国人还是充养美丸 还是喜欢白的 然后呢 你说这不一定非要上国际学校 你把孩子户口慢慢给转回去 不就行了吗 你有北京户口 你有北京的国 你有北京的国籍 有中国的国籍 慢慢把你的孩子转回去 一样的 就是费点事 麻烦一点 赵英 赵英还是相信的 还是重央美丸 说句实话 赵英是 还是心里有病 他就不喜欢他娘家 可能是 他想逃避 但他没解决心理问题 他没有衡量这个利弊 其实回到 娘家去 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然后他的这孩子 哪怕拿个外国国籍是吧 他一直在国内 国内生活 他也能够上一个不错的学校 哪怕是换不了中国国籍 赵英他有没有想 孩子什么加拿大多伦多 房价最高的那时候买个房子 然后背上这个房贷 然后拿着北京的 两套房子的 那个租金来 以租养贷 养这个加拿大多伦多的 多伦多的 现在房价 落成什么样了 你说赵英 你看傻逼 他做的没错错的 投资理念 理财的 他懂不懂经济周期 他懂不懂 什么是房市的 这个泡沫 房市的水分 他不懂 你说这样 你怎么可能让你的阶层 维持住 你的阶层 那你再生一堆垃圾 这环野鸡 这种垃圾比赛 这种吸血虫的 这种人格 你怎么可能让你的阶层 保持住呢 这赵英 这真那么蠢 所以说 你看每个女人 能不能保持 他自己的阶层 而且选择结婚对象 是吧 选择结婚对象 就是保持你的社会阶层 你父母给你的社会阶层的 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选择对象 选择结婚对象 照样子 要下来 那车姐 你要选择一个 那我最起码 我是保证一个 这个男人不消耗我 他能够滋养我 尽管他的社会阶层 在他的国家社会阶层 没有我在中国的社会阶层高 可是中国那是什么 社会福利体系啊 欧洲国家 又是什么社会福利体系啊 所以我得到的 还是比我在中国得到的多 哪怕是我的老公 学历什么的不如我 然后以他这么一个 学历稍低的人 养我这么一个 学历稍高的 这么一个家庭妇女 他还挺自豪 他不觉得自己吃亏 到他们的那个 单位里跟他同事的小组人 一吹 我老婆在中国是当大学老师的 你看他也有的吹 他也觉得 那我这就是我牛逼 有本事 我就能养我老婆 我中国老婆 你看看我中国老婆 比我年轻 是吧 他幼幼的吹 他虚荣心 他得到满足 主要是能力比较低的人 他是虚荣心 是比较强的 能力强的人 他不需要有这种虚荣心 那因为他一直对自己 自己各方面 得到的 他的欲望 靠自己能力都满足了 他为什么要有这样虚荣心 你不显得蠢吗 所以说那就是你得学会 藤龙换鸟 你得学会怎么罗斯科里做道场 你怎么在有限的资源里 用你强大的心理能量 你得做出这种 资源兑换的这种动作 然后你怎么样激发你周围人的 他向上的这个力量 那确切就其实 确切对老公没那么喜欢 没那么崇拜 没那么的仰视他 说句实话 我挺看不起你的心理缺陷 你的认知缺陷的 我挺看不起自己老公的 这个认知缺陷 性格缺陷的 但是呢 我必须得是激发他 往好的地方走 有利于自己 同时也还有利于他 你别让他亏着 他觉得他吃亏了 他也不会听你的话 你得让他觉得他也占便宜了 然后你呢 也是占便宜的 这才是双方双赢合作关系 哪怕是你对他再不满 你也别像个怨妇似的 华野家还想学缺陷 哎呦天哪 你还想学缺陷 你的基础太差了 你学不了的 从华缺陷也不能点拨他 他完全不能正确理解 你的这种善意 你所有的善意 他都理解成你在看不起 他在心里有病的人 那却得立马把他拉黑屏蔽了 我发现你是心里有病的人 心里扭曲的一个人 无法正确理解别人的正 这个准确意图的 别人的真实意图就是 把你当朋友看 想稍微的提拔你 提点你一下 他觉得你是在看不起他 他还要是什么 还要踩一下 就你那个逼啊 你来踩我太可笑了 哈哈哈哈 你说这种low逼 你就得你不能说介入他的英国 你就让他承载他应该背负的命运 他就他就只配得到这样的待遇 包括这个对 这个这个 确减的女网友 就是云安的 你发现他很多的这种反应啊 你怎么提携他 提拔他 他仍然他遵循了 他原始的动物本能条件反射 他以前的所有的过去经历 他还活在过去 所造成的他的那种心里的 动物本能的那种条件反射的那种反应机制 他没有改变他的认知 他没有真正彻底的改变他的认知 缺姐猜他大概率 他会 做下一两个错误的决定 他又会打回原型的 只要你下了错误的决定 那就完蛋了 你不能下错误的决定 缺姐没用劝他 我说你呢 不能退学 我说你先把这个本科 你先钉下来 到底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样的 你还说不你还有运气呢 是吧 你最起码你不能前途 前途 就前功尽弃了 是吧 你学了IT 哪怕是这个有可能你是被 这个人工智能取代的 取代你这种初级的程序啊 那你只能升级啊 那怎么办 你只能升级你的武器 你就别当一个什么初级的这个马农了 是吧 你就得当一个高级的 这个IT什么科学家 他又觉得自己没能力 那他妈你当时选了 这专业就选错了 我他妈我就是给你这建议了 我说你别选这么难的专业 跟你的本人的这些基础 你的这底子都不都完全差距太远了 你为什么想他就看着什么IT赚钱 你说你傻子 IT赚钱 你看看那些大厂年薪百万的 现在都是35岁被裁员的 你说那些年薪百万 当时年薪百万的马农 他有没想到他有一天到35岁被裁员呢 现在华为大批的裁员这些马农 然后这些马农还背着千万的房贷 老婆还不上包 还剩了二胎三胎 孩子上贵族学校 学费也不能退 老婆又不能重返职场 然后房贷呢 还不能退 房贷现在房子已经降成什么样 你说现在 这不就是你自己选择错误 你自己冒了风 你用了高杆杆 你用了高风险吗 你说这样 你怎么可能说让你的阶层不下滑 你的孩子怎么可能保持在你这个阶层里 真的吗 可笑 缺席只是从一个小中产 一个普通的 有点受过教育的 读过一点书的 认知 比较准确的 我没有下错误的决定 我保持了我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能源 我这样才能让自己 以后路走的稍微轻松点 你说有没有脑子呀 你说不要让自己的阶层下滑 都没有 倒是飘飘然 顺风 打顺风牌的时候 飘飘然尾巴都敲高了 所以说缺席说吗 夹着尾巴做人 没有比夹着尾巴做人 更有效的方法了 这是最机贼 最短的节省 缺席一直说 你做人老实 你做人真诚 你夹着尾巴 这就是你最短的节省 你觉得这华语记懂吗 他不懂 他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做人老实是傻逼 他这种鸡贼处处占人 小便宜 才聪明 哎呦 那葱花也是 也是觉得自己聪明死了 哎呦 这种傻逼 缺缺公公也是 哎呀 也许你看这种傻逼 都是这样的 都觉得自己可聪明了 这种傻逎